哈喽大家好,欢迎来到达达聊美食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汤 这道汤便是菠菜豆腐淡花汤 首先把菠菜切片切断 豆腐切成小块 葱切末 锅中烧开水,将豆腐煮熟 鸡蛋打散 加入盐和鸡精搅拌均匀 锅中拎起一锅,加入水烧开 然后加入菠菜,煮至菠菜变软 菠菜煮熟后加入豆腐和鸡蛋液 用筷子轻轻搅拌,让蛋花均匀分布 煮至蛋花凝固即可出锅享用 菠菜炸起一锅 1 9?3 1 9?1 1 10.15 是一道经典的家庭餐食